肖战和杨子同年参加微博之夜 每一次最期待的就是大合影 他们每次都会站在一起 每次都可以捕捉到很多糖分 但是今年的微博之夜非常失望 他们首次没有合影 所以很多人都出坑 包括小编我 本来都已经不在乎他们的余生CP了 但是有人发了杨子领奖发言时 肖战又再次刚好赶回来 一直静静聆听杨子的发言 看着肖战一直忍住不笑 眼睛一直盯着台上 马上又入坑了 真的是毫无抵抗力啊 可能去年大合影是 杨子被骂得很惨 所以今年也是出于保护他 才选择这样的方式吧 台上杨子说 也是因为微博之夜认识的贾琳 他的愿望是认识贾琳 就真的认识到了 老粉都知道 当时微博之夜是肖战拉的线 他知道杨子的心愿帮他完成 再到新浪对话出现 两人的三观和默契度 真的被震惊到 一模一样 每一个问题都回答的一样 就连想问题时的动作都一样 很多人说 这样的问题谁都这样选择呀 但是看了一些采访的很多 都选择的不一样 只有肖战和杨子是一模一样的 这玄学真的很浮 比如当主持人问 2023最快乐的一个瞬间是什么 肖战杨子的回答 都是剧播出的时候 当问到喜欢独行 还是跟朋友 两个人的回答又是一模一样 还有被问到休假去哪里 两人回答也都是回家 他们都是恋家的人 又是一模一样 怎么能不入坑呢 1月10日杨子肖战的绯闻爆料 被各大营销号转发 有网友爆料说 1月5日这天 杨子和肖战在一起吃了火锅 还说两人在哪家店 不用他说 应该很快就可以查到 另外该网友补充说 两人不仅一起吃了饭 还约着父母一起喝了茶 这增加的信息点 让不少网友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如果爆料属实 那么两人的关系 都到了见父母的地步 这卦可就大了 据悉1月9日一早 有狗仔确实拍到杨子带着父母去喝茶 当晚杨子跟在助理身边 从一处喝茶的庭院内走出 杨子的父母跟在他的身后 杨子坐在车里后 他的父亲手中 拿着一个购物袋 递给杨子的母亲 接着杨子父母乘坐另一辆车离开了 在拍摄到的视频中 并未看到肖战的身影 不过隔了一天 有狗仔拍摄到肖战夜晚出去吃饭 从背影看肖战出现的地方 和杨子陪父母喝茶的地方 有几分相似 也因此很多人猜测 两人可能真一起见了父母 目前舆论持续发酵 因为没有同框的合影 所以很多粉丝都是理智的 对爆料半信半疑 其实两人传绯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而随着热度升级 肖战的粉丝站出来澄清了 该网友表示 前几天杨子被父母喝茶被拍 肖战也被拍到 因此有人爆料二人一起吃饭 实作为假 地点根本就不是一个 也不是同一时间 沉醉是把两个事件 拼接在一起杜撰的 对比之下就可以确定 杨子和肖战 确实不是同一个地方吃饭喝茶 为了更进一步打消猜测 肖战粉丝更是晒出他的行程 肖战1月5日早上8点 先生剧组拍摄《藏海传》 到晚上8点10分 才结束拍摄回到酒店 根本就没有外出去吃火锅 这也直接证明 肖战当天没有和杨子一起 那么见父母一起喝茶 恐怕也都是谣言 不过虽是谣言 但肖战养子两人的私下关系 确实很好 他们更像是朋友一般 而近期在热播剧《藏海传》中 肖战却以耍大牌之一声 引发了广泛关注 一开始 这一事件被媒体大肆渲染 给肖战的形象 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然而 当我们深入了解 这一事件的背后 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 探讨这一争议 并展现正导 对肖战的真实看法 刚开始确实有报道称 肖战在拍摄现场 表现出了耍大牌的迹象 一些传闻称 他在拍摄过程中 对剧本要求繁琐 甚至在某些场景中 要求多次重拍 这些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一时间 肖战的形象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但这是否是真相呢 对于这些指控 正导并没有直接回应 但他曾在一个小型的采访中提到 肖战是一个非常专业 有才华的演员 他表示 在拍摄过程中 肖战对剧本的要求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作为一个演员 他希望每一个镜头 都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而这种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不应该被简单的贴上 耍大牌的标签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恩师说起的新电影上映后 肖战第一时间就包场 支持了这部电影 满满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 与此同时 导演郑小龙也曝光了《沧海传》 选择肖战的原因 归根结底就两个字 靠谱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呢 政党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媒体 为了追求点击率 而夸大了事实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默默只关注那些 能够引发争议 引起眼球的新闻 而对于事件的真相 却并不关心 这也导致了 猪肉刷大牌这样的标签 一旦贴上 就很难被撕下来 事实上 肖战在《沧海传》中的表现 是值得称赞的 他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角色 无论是情感戏 还是动作戏 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完成 而这一切的背后 是他对剧本的深入研究 和无数次的排练 他希望每一个细节 都能够完美呈现 这也是他对自己的高要求 肖战在《沧海传》的拍摄过程中 一直保持着专业和敬业的态度 他与剧组紧密合作 对剧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为了更好的塑造角色 肖战在剧本讨论中 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和建议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在要求繁琐或耍大牌 肖战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观众呈现一个完美的角色 因此他在剧本讨论中 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旨在提高聚集的质量 和观众的质感 这种专业精神和追求卓越的态度 是值得赞赏的 我们应该以事实为依据 客观地评价肖战 在《沧海传》中的表现 他的专业精神和追求卓越的态度 值得我们肯定和支持 同时我们应该警惕谣言和猜测 维护良好的舆论环境 另外肖战的台词功底也备受赞誉 作为导演的郑小龙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透露了选择肖战的重要原因 看到了肖战身上的优秀品质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无论是参演话剧《如梦之梦》 还是影视剧 上万句台词不为过 肖战居然零失误 是一位非常靠谱的好演员 在这部剧中 他的台词不仅清晰有力 而且情感饱满 即使在高强度的拍摄过程中 他也曾未出现过一次失误 这一点得到了剧组同仁的一致好评 那么为什么肖战能做到 如此出色的表现呢 郑导认为 这与他个人的努力和天赋 密不可分 肖战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多年 早已练就了一身扎实的演技 同时 他对角色的理解和情感的把握 也是非常准确的 这使得 他在面对复杂的剧本和角色时 能够游刃有余地完成 除此之外 郑导选择肖战的原因 还与他的合作态度有关 肖战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 而且与剧组的同事们相处融洽 他善于沟通 乐于助人 这使得整个剧组的氛围都非常和谐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 无疑会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力 综少所述 藏海转中的肖战 并没有耍大牌 相反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 有才华的演员 虽然他在拍摄过程中 对剧本的要求繁琐 但这主要是因为 他希望每一个镜头都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而这种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正是他作为一个演员的专业素养的体现 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 他的表演和才华 而不是那些无中生有的争议 但是这种想法是应该这么说的 我们要先复制一种的鞋子 然后我们要在一起 然后我们要在一起